第七个国家公寄日到来前夕 近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洪才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称 唯有和平才能加国兴旺 83年过去 讲起那段经历 陆洪才老人的眼里仍是无尽的哀伤 1937年 陆洪才五岁 日军入侵南京前 一些外地难民来到南京避难 陆洪才说 当时家人觉得待在家里也不安全 于是一家十口人分散在两处躲藏 父亲带着他和大舅舅 从中华门外沙周围荒岛 一路来到江宁逃兀避难 留下的人在家门口菜园挖了一个地洞 躲在里面避难 我奶奶是个小脚 她说不能走 我母亲是个大肚子快临床 她又不能走 我妹妹妹才两岁 再加上公公婆婆身体也不好 还有两个小舅舅 我们家的一个邻居 看到我父亲 就告诉你家出大事情了 老人不惧往昔的伤痛 总是一遍遍把这段历史说给年轻人听 勉励后人一定要记住历史 时间流逝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少已是台北之年 历史见证者正在凋零 但老人们从未停止讲述 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提醒国人勿忘历史 珍爱和平 据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 2020年以来 已有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目前登记在册的 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73人